长达25级的大小合作之乱和长达17级的准嘎尔韩国的陷落终于双双完结了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意犹未尽 虽然轰轰烈烈地平定准嘎尔与回步的战争结束了 然而故事还在继续 新疆的风云动荡还远没有结束 紧接着便是大合作的孙子在新疆所掀起的长达八年的 滔天巨浪 历史上被称为张戈尔之乱 张戈尔也被称为江戈尔 江汉戈等 其实这是清朝时的译法 按照现在的译法应该叫贾汉吉尔 听起来稀松平常 然而他的这个名字起源于波斯语 是赵汉戈尔的音译 遮汉的意思是世界 戈尔的意思是主或者统治者 这个词通常与其他词组合表示相应的官职 比如收税的官员就是戈尔 所以张戈尔的意思是世界之主或者世界的统治者 这场动乱的经过并不复杂 但是却可以清晰地看出晚清的智力 是怎么样一步步出现问题的 好的 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吧 嘉庆25年 1820年 7月25日 61岁的嘉庆皇帝爱心觉罗 于衍 在承德避暑山庄突发疾病暴亡 一般认为 嘉庆的死因是因为中暑而引发心脑血管疾病 导致死亡 对于嘉庆 后人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勤政图治 一辈子都勤勤恳恳地工作 二是相对人厚 简朴 三是平庸守城 而嘉庆之前是所谓的康贤盛事 嘉庆之后 则迎来了鸦片战争等一系列内忧外患 正因为如此 嘉庆被人们认为是清代统治 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嘉庆的勤政是一种懒惰的勤政 只是按照富足的模式一步一驱 没有才干 能够跟出击毙 更没有进行改革创新的眼光 但事实上 如果我们了解一点新疆清代历史的话 或许连嘉庆是一位守城之主的定论都会被推翻 从某种程度上说 正是嘉庆的无知与钢壁 方才导致了其后新疆接二连三的合着之乱 给他的子孙后代们留下了无穷无尽的祸患 就在嘉庆去世的两个月后 来自新疆的一份奏报 抵达了新任皇帝道光的面前 道光皇帝 很多人对他并不陌生 他的名字是紧紧和鸦片战争 以及英国人所说的贸易战争联系在一起的 除此之外 可能很多人还知道 道光在当皇子的时候 曾经在危急关头 新手持枪击毙过两个晋公子进城的天理教教徒 客观来看 道光无疑是一个严格自律 不好声色的皇帝 尤其是以秦简而著称 裤子破了都要搭不定 但这一点对于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来说 并不重要 或者说 秦简可能是做一个好皇帝的标准之一 但却并非必须的条件 一个好的领导者 真正必须的 是眼光 格局 魄力和驾驭的能力 嘉庆25年9月 道光所收到的这封奏报 来自于喀什嘎尔参赞大臣兵敬 奏报称 当年的8月11日 位于喀什嘎尔以西的图书克塔士卡伦 遭到三百多人的袭击 多名官兵被伤 同时伊斯里克卡伦的马匹被抢 两名兵丁被杀害 清军领队大臣色补争额率军迎击 杀敌50余人 生擒80余人 敌军溃散 逃出卡外 对于这些溃逃的贼众 兵境计划是 调伊尔枪官兵300名 巫使官兵300名 伊犁域派兵2000名 死官兵到来 及带兵进脚 而这次袭击的发动者 是布鲁特 冲巴嘎什部的首领 苏兰奇与萨姆萨克之子张格尔 按照宾境的原话是 冲巴嘎什艾满 布鲁特比苏兰奇 串通萨姆萨克之子张格尔姿势 这句话 对于不大熟悉清代新疆民族 历史的人来说 有几个知识点要解释一下 首先是卡伦 是满语台战的音译 其实就是清军的少侠 而所谓布鲁特 则是清代对克尔克兹人的称呼 布鲁特这个称呼来源于蒙古语 一位高原人 高山居民 我们知道 现在的中亚五国中的吉尔吉斯 实际就是对克尔克兹的不同音译 克尔克兹人除一小部分 因为跟着准杆尔大清军 被清廷前往黑龙江的富裕县外 其余分为东西两大部分 大致上是以天山为界 靠近伊犁的北江部分为东布鲁特 靠近喀什的南江部分为西布鲁特 清廷收复新疆后 布鲁特各部基本都被清廷册封或收于二品到七品顶带 在卡伦外者为藩属 卡伦内者为内属 东西布鲁特分属伊犁将军之下的伊犁领队大臣 和喀什嘎尔参赞大臣管辖 冲巴嘎石部 又以冲巴嘎石部 在喀什嘎尔城东北二百余里的卡伦外游牧 属喀什嘎尔参赞大臣管辖 于乾隆二十四年 一七五九年 归赴清朝 清廷收集首领二品顶带 另外还给冲巴嘎石部收有四品 五品顶带各一 六品顶带六人等等 而苏兰齐则是承起了二品顶带 算是名正言顺的试授国恩 艾曼则是克尔克兹人的基层组织 一般由五到七户组成 若干艾曼为一恶托克 也就是部落 至于比一 也亦做比一 简单地说就是部落的头人 搞清楚了布鲁特之后 我们也简单了解一下 清代在新疆的行政架构和官制 清代的新疆就大体是一个在军府之统领下 北陆军府制 东陆军县制 南陆伯克制 同时东陆杂有扎萨克制 南陆由参赞大臣 办事大臣等监督管理的这么一种模式 扎萨克 是蒙古语音译 源于扎萨 法令 一词 以为支配者 尊长 扎萨克制 以及蒙旗制度 是清朝政府对蒙古 哈萨克等统治的一种形式 最初是结合了满洲八旗制和蒙古部落制的 一种具有军事色彩的行政管理制度 所谓伯克 就是官员的意思 分为很多种 其中一地最高的伯克为阿奇木伯克 阿奇木这个词源自阿拉伯语 以为法官 审判官和统治者 也就是某一地的最高统治者 除此之外 还有作为阿奇木伯克的 副职伊沙卡伯克 又一写为伊什汉伯克 字面意思是 管理成文的成文之主 管千量的嘎萨纳七伯克 管税收的商伯克 管教法的哈兹伯克 管水利的密拉布伯克 等等三四十种 当然这并不是说 所有的地方都会设四十种伯克 越是小的地方伯克的种类就越少 不会划分那么细 君辅制 就是在理论上 伊犁将军为全疆最高领导 统管全疆及外藩事务 但伊犁将军主要统下新疆北路 也就是乌鲁木齐以西的北疆 属于伊犁将军之下 看看乾隆时期的新疆地图 我们就知道 当时的乌鲁木齐以西 可是要比现在大得多 伊犁位于今天新疆正中的位置 而乌鲁木齐设都统具体管理东部 喀什社喀什戈尔参赞大臣具体管理南路 名义上都归伊犁将军皆知 但实际上 乌鲁木齐都统和喀什戈尔参赞大臣基本是自主管理的 一般是遇到要事 才会一面上报朝廷 一面只会伊犁将军而已 按照级别高低 最高的自然是伊犁将军 旗下一次为都统和参赞大臣 办事大臣 领队大臣等 但实际上南疆的最高领导 是喀什嘎尔参赞大臣 那么给新结班的道观皇帝 发来奏报的喀什嘎尔参赞大臣宾进 就是南疆的实际最高领导 搞清楚这些之后 那么更重要的问题是 萨姆萨克是谁 其实就是曾经发动大小合卓之乱的大合卓的儿子 清军平定大小合卓之乱 最终大小合卓是通过瓦罕走廊逃亡到了巴达克山 近阿富汗巴达克上 在清政府的压力下 巴达克山的苏丹出自了大小合卓 而清政府按照惯例 则坚持死了也要把尸体给我的原则 硬是拿回了尸体错骨扬灰 同时也引渡回了大小合卓的亲属 押解到了北京 这一点在大小合卓系列的大结局中有提到 小合卓无子 而大合卓则有四个儿子 分别为阿斯玛 巴哈顿 阿卜都哈里和幼子萨姆萨克 其中 前三个儿子都随着老爸和叔叔逃到了巴达克山 自然最终也都被押解到了北京 但这个萨姆萨克当初却并没有逃往巴达克山 而是被其奶妈带到了安吉岩 也就是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的安吉岩州首府 大合卓到了京城的三个儿子 后来解阿卜都哈里 又易写为阿卜都哈里克 鉴于记载 因为年幼无知 免于问罪 被赏给功臣为奴 而萨姆萨克则始终没有被清军找到 乾隆二十六年 一七六一年 三月 当时的阿克苏办事大臣海明奏报 找到了萨姆萨克 但清政府很快就查明 这个找到的萨姆萨克是个冒牌货 乾隆四十九年 一七八四年 真萨姆萨克长大成人 派人秘密前回喀什嘎尔 与布鲁特三治大臣阿奇木之地 俄木尔等私下勾结 联络白山派信徒 被库车王厄队的儿子厄斯满发现 清廷这才知道真萨姆萨克此时已年届三世 厄队厄斯满父子在平定大小合卓之乱时 实力下了赫赫战功 随后在平息巫师之乱中 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厄斯满本身是成绩恶队爵位的 但是因为清代著名的高普案 也就是乾隆的一个小舅子高普 上任叶尔强办事大臣后 司采皇家于十 案发后不仅设计了一大川的内地官员 而且也牵连上了十人叶尔强 阿奇姆伯克的恶队 导致乾隆震怒 只不过案发时恶队已病故 所以就隔去了厄斯满的贝勒爵位 由两眼孔雀灵便为单眼孔雀灵 将为三只大臣 但仍然保留了厄斯满 喀什嘎尔阿奇姆伯克的职位 厄斯满是深知萨姆萨克危险性的 因此在乾隆49年发现 萨姆萨克派人入境活动时 立即和当时的地方官员 对萨姆萨克的使者进行了抓捕 并将情况上报乾隆 而当时境外的萨姆萨克 实际混得并不好 一直都混迹于魂都斯 昆都市 爱乌汉 阿富汗 瑟莫尔汉 撒马尔汉 霍战特 库展 布嘎尔 布哈拉 以及安吉岩 巴达克山等地 总之就是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阿富汗等地区游荡 生活十分落魄 按照鄂斯满等查获的情报 和审问的口供 萨姆萨克是虎口无资 壮童乞丐 同行指十余人 休起度日 正因为在外面混得不怎么样 因此萨姆萨克 才会派人到自己祖上的 大本营喀什嘎尔 找自己家族的士气信徒 也就是白山派信徒 接济自己 针对萨姆萨克的问题 当时的鄂斯满给了 乾隆两条建议 一是由喀什嘎尔伯克 衙门派人将萨姆萨克 又回境内 管制住后 送往京城 其实也就是软禁在天字脚下 二是直接派人到境外 将萨姆萨克暗杀 对于鄂斯满的建议 乾隆认为第一条可行 第二条不符合我泱泱大国 天朝上邦的形象 但是不久 乾隆在月刊了 被查获的 萨姆萨克写给 喀什嘎尔信徒的信件后 不由大怒 认为萨姆萨克的书信 是言语被谬 甚属可恨 即压戒精忠 亦不能承受赈恩 禁一照一等前奏 以计较除 方可永绝于回妄想 就是说 萨姆萨克这货 原来这么混蛋 同意暗杀 永绝后患 同时因为 厄斯满在这件事上 尽心尽力 乾隆下旨 加封厄斯满 进爵位被子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 厄队最初的爵位 不是世袭往替的 也就是传一代将一级 降到最低一级为止 也是到了 平定张戈尔之乱后 厄队家族 被晋升为郡王之后 才开始世袭往替的 到了嘉庆三年 1798年 当时的新疆地方官员走报 萨姆萨克 在境外是穷促无一 实在是混不下去了 打算投成清廷 当时的乾隆 虽然名义上是 退位为太上皇 但实际上还是大权在握 事实操心 当时乾隆接到奏报后 非常高兴 认为萨姆萨克投成 可其涌出云叶 会将一针凝密 实属极好机会 然而 萨姆萨克终究还是没有投成 据说是因为 义气凶从中拨弄 也就是他大舅哥进行了挑拨 但也可能萨姆萨克就是把蜻蜓当猴耍 这事令乾隆颇为恼火 下旨怒斥了当时的 喀什嘎尔参赞大臣 长林 喀什嘎尔 阿奇木伯克伊斯堪达尔 伊斯堪达尔就是首任 图鲁藩郡王俄敏 合着的第五子 第三任 图鲁藩郡王 和俄对家族不同 俄敏 合着在世之时 就已经被封为郡王 而且世袭网替 那么 萨姆萨克在境外折腾了很多年 由于乾隆的严密防范 一直也没折腾出什么动静 最终在浩瀚死去 留下了三个儿子 分别为玉素福 张格尔 巴布丁 嘉庆四年 1799年 乾隆去世 嘉庆亲政 然而诡异的是 嘉庆竟然和自己的父皇截然不同 根本不认为新疆的合着后裔 什么的是个事 甚至对有没有萨姆萨克这个人 也表示怀疑 在嘉庆的眼中 这个萨姆萨克就是编造出来的 根本就不存在 嘉庆不知道的是 他这一愚蠢之举 将为自己的子孙留下无尽的麻烦 给大清帝国造成沉重的负担 更给新疆造成了一次次无可挽回的灾难 也使得新疆最终失去了 伊犁霍尔果斯和以西七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两个台湾的肥沃之土 在嘉庆的认知中 找萨姆萨克完全就是新疆的地方官员没事找事 按照嘉庆的话说 叔叔多事无畏 就是边疆的干部们为了邀功 而搞出来这么个人三天两头的刷存在感 嘉庆四年 1799年 5月 嘉庆在借到长林 关于萨姆萨克逃往布嘎尔 布哈拉的奏报后 下指大家深斥 萨姆萨克 就在边外逃窜之犯 本可置之不问 乃长林到喀什嘎尔后 意图建好邀功 此时萨姆萨克既经远逆 在天朝体制 当置之不管 旷边将重物 该出大臣 为应处以镇静 岂可轻举妄动 自生事端 若仍不知悔改 稀图建长 或致网挑边信 长林自问 能当此重罪乎 嘉庆的这些话是非常严厉 斥责长林 完全是为了邀功 萨姆萨克这么一个 逃亡的残渣余孽 对于天朝来说 根本不知一体 理他干什么 你一个边疆大臣 你一切应该以稳定为目的 一天到晚的没事找事 扰乱地方安定 如果为此 而与藩帮发生纠纷 挑起边信 你长林有几个脑袋 嘉庆甚至进一步说 真意中并无此事 已无萨木萨克其人 就是说我认为 就没这个事 没这个人 嘉庆讲出这种话 感觉是完全智商不在线 按常理说 这不应该呀 难道你老爸 一直在跟空气作战 自己斗自己玩 入关后的满清皇帝 无一例外 自幼都要进行严格 甚至严苛的教育 从小便要培养其 治国平天下的能力 不仅要熟读儒家经典 四书五经要求 倒背如流 还要读史学文 写诗作父 同时还要学习满文 蒙文 以及涉猎 这样的体育课等 皇子们的老师 都是满汉大臣中的精英 不是汉族朔儒 便是满中明臣 皇帝也会定期 或不定期地 对皇子们的学习效果 进行抽查 考试 至于对皇子们的操守 更是规定的 十分细致和严厉 这样教育出来的皇子 就算不能各个 达到学霸的标准 至少也不可能是学诈 而且与其他朝代不同 清代的皇帝 都是从众多皇子中 挑选出来的 尤其是雍正以后 所建立的秘密建筑制度 最大限度地 保证了所选的皇帝 是诸皇子中最优秀的 大家都知道 紫禁城前秦宫 正大光明点背后的故事 即皇帝生前 不公开立皇太子 而秘密写出所选 皇位继承人的文书 一是两份 一份放在皇帝身边 一份封在建筑侠内 再放到正大光明点的背后 皇帝死后 由顾命大臣 共同取下建筑侠 和皇帝密藏在身边的 一份对照艳看 经何时后宣布 皇位的继承人 这实际上就避免了 传长不传贤的弊端 按照中国历朝历代的制度 嫡长子即使是个白痴 原则上也不能轻易更换 今天的我们 不要以为古人傻 其实这恰恰是多少写的教训换来的 不管最大的嫡子才智如何 都是天然的 法定的继承人 这就避免了其他皇子 产生积遇之心 从而在根源上 消除为了夺迪儿拉帮结派 甚至手足相残的隐患 至于太子的能力不足 自然有大臣辅佐 按照国家机器的惯性运转即可 相反 北方草原民族不实行低掌子即承治 因此就常常出现 一代雄主一旦去世 草原帝国立刻变四分五裂的局面 所以我们看历史上 往往一个游牧政权快速兴起 但很快又几乎在瞬间崩溃 这里面相当一部分就是这个原因 而且草原帝国的传统 朱王子都要分封游牧用的地盘 人口 牲畜 每个王子也都要担负一方面的工作 这也就是说 每个王子都具有争夺王位的实力 更易产生夺敌的问题 而中原王朝的传统 所有皇子都是不安排工作的 就是为了让朱皇子 不具备争夺皇位的资本与实力 反面的著名案例 就是李世民的夺敌 便是因为军功甚高 形成了自己的威望和班底 所以就有了夺敌的野心和实力 满清早期也是如此 依然实行的是草原政权的传统 努尔哈赤死后 大家伙推选新皇帝 就斗争的异常激烈 而且努尔哈赤一共有16个儿子 基本上都不是吃素的 除了最后登基的皇太级之外 还有戴扇 莽古尔泰 多尔滚 多多等 可以说个个都是人中之节 等到了皇太级去世 继位问题再一次闹腾的狼烟四起 多尔滚派与豪格派争夺到白热化状态 甚至一度还跳出来个多多 所以最终只能折衷 共同拥立了弗林 也就是后来的顺治 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 多尔滚和孝庄的功维也使 被人们所津津乐道 满清级为问题一直到康熙都没有解决好 所谓九龙夺敌 大家都比较熟悉 正因为如此 雍正建立的秘密建处置是相对最为成功的 这个制度一方面保留了草原民族的传统 所有皇子都给分配工作 但是谁当太子不知道 只看皇子们的工作表现和操守 最后宣读一照确定 所以这样既有实际工作经验 又经过精心挑选的清朝皇帝 总体上都是素质相对较高的 至少不会糊涂到荒唐的地步 明白了这一点 我们就不免会疑惑 嘉庆为时会糊涂到这个地步 其实这里面根本的原因 应该是嘉庆根本不认为 新疆的合着后裔问题是个事 嘉庆所说的 正义中并无此事 已无萨木萨克其人 完全可以理解为 其实我知道有这么个事 这么个人 但这件事毛都算不上 有什么好折腾的 对我来说就跟没这个人一样 这说明 即使是一个哪怕看似不荒唐的皇帝 只要是在尘中 独断和迷之自信的傲慢之下 最终一样会搞出匪夷所思的荒唐事来 而在萨木萨克问题上 为嘉庆神主公的 则是当时的伊犁将军松云